在塑造理想这个角色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挑战其实就是 进入这个人物 然后展现军军的精神 把那个精神面貌 想尽一些办法把它表现出来 就是在这种激烈紧张的战争背景下 如何处理好包括他的情感系 包括他的战争系 其实这也是这些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包括像理想 他有很多的战争场面 但是我们需要在战争场面的间隙 体现人 体现情感 然后我们现场 其实给我们营造了一个 非常真实的环境 然后不管是装造 还是美术 还是制景 就是给我们营造了一个 非常真实的环境 我们很容易进入那道 那个情节里面 那选择角色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考量 比如说跟您的个人经历 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演员选择的角色 其实每个都脱离不了自己 都是自己的某一方面 或者自己的某一面 我觉得演员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 一个是对自己已知的部分的一个展现 还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在挖掘自己 自己也不太清楚的 自己的另外一面吧 注入到角色上 那有没有对志愿君 就是在参演剧部作品的时候的 那些精神所打动 或者是想传递给观众呢 这部电影我昨天其实又第一次 真正在电影院看了整个成片 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里面不光是理想 里面每一个人物 不管是主角 还是里面的志愿君战士 每一个人物真的都让我特别的感动 是那么的真诚 他们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都真实存在过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还有什么苦能比他们更活呢 所以我觉得 好好享受当下吧 珍惜现在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